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我是經濟日報的李國慶 今日港股受到希臘大選,左翼勝出 導致有少少不明朗的影響 令今日全日都是牛皮上落 成交收縮觀望氣氛的較濃 今日我和大家講的題目就是 過股更好玩 未講的題目之前,看看恆生指數 全日恆子微升了59點 收報24909 但成交收縮只剩837億 這樣的走勢反映出觀望氣氛較濃 看看恆生指數的圖 上星期五上升後,今日都是升 在25,000關之下,有些珍持 不過,從一個大一點的形勢來看 都不用怕 應該珍持元,都有機會上升 去挑戰25,000關 甚至挑戰9月的高位25,363 為何這麼說呢? 因為最主要是日本、歐洲 真心、量寬,正在放水 中國未必會大幅放水 因為人行行長、總理都說了 不會過度放水 但還是在放水,所以還是有些支持 港股應該有力,可以挑戰之前的高位 好了,歐洲的問題,又是否很害怕 看看歐元這幅圖,就告訴大家 今天在亞洲時段,歐元曾經跌到1.11之下 不過,在歐洲開市之後,歐元就已經反彈 上升1.12 似乎問題,就不是我們想論中那麼害怕 所以,港股美市也是由跌轉升 所以,暫時來看,就不用那麼害怕 這樣就可以審慎樂觀 當然,如果歐洲問題擴大了 譬如希臘扭計,扭到玩到過了火 當然大家要小心 不過,暫時來看,仍然都可以審慎樂觀 內地就不是真的會大幅放水 不會過度放水,只是會輕微放水,支持著 所以,上證指數在今個月初以來 就大概受制於3,400關 今天都是升1% 但仍未升穿3,400那個位 它會放水,就跌不下 但是又不會過度放水 3,400,仍然都會頂著 直至升破3,400為止 我們重新再看好 否則,暫時估計它牛皮上落 逢低,即是等低才買 港股,過股近好玩 推升港股的最主要都是騰訊 騰訊今天升到137.1% 收就137,升3.2% 這隻股反覆上升之中 估計挑戰140,都應該沒問題 當然,其他小型科網股 升勢更加大 不過,我們最主要暫時 如果大有得玩,玩大就好過玩小 雖然細升得好些 但大家也擔心多些 所以,大為主 騰訊仍然有機會繼續上升 至於恆子成分股 值得看好,也繼續上升 創新高 就是新地 今天新地再升1.7% 收126.1% 這隻股,創了52週新高 亦都整支揚足 特體之前高位124元之上 都變得很強勢 雖然在本地地產股中 它升幅不是最大 但強勢來看,它是最強的 估計挑戰130甚至更高 都沒問題 落後股份方面 首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豪賭股 上星期都說豪賭會接力 今天銀魚是因為報道 新賭場5月開幕 今天再升3.5% 這些股份在低位反彈 已經幅度很大 有機會,現在40元邊 40元9毫只收 有機會上回44-45元 即是早前的密集區頂部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要細股 又剛起步 建議留意一隻 中國高速傳動6500 這隻是風力設備股 今天大升14.9% 近10% 你見到它走勢 比較理想 突破下降軌 以及高低腳小傷底的項線 這幅圖之前的項線 亦是之前的低位附近 很漂亮,大成交 估計它有機會上回6.4元或以上 大家可以後回去 回到項線附近吸納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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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